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这一节课我们来学习网络地址转换NAT技术 那么为什么需要使用这个NAT技术呢 其实主要是因为这个IP地址不够用了 所以呢才使用这个网络地址转换的技术 那么在前面我们也了解了这个IP地址呢 有40多一个 那么如果合理使用的话 其实是不会导致这个IP地址不够用的情况的 但是呢因为早期对这个IP地址进行规划的时候 没有想很多 就导致了很多不合理的规划 导致这个IP号的浪费 因此呢在今天在这个21世纪呢 其实这个IP资源呢已经远不够用的了 因此呢就提出了这个网络地址转换NAT的技术 那么在进入这个学习之前呢 我们还是先来回顾一下前面的这个网络托普 那么在前面我们知道对边缘部分呢 有这个家庭 那么家庭有很多的中等设备 路由器 网关 以及这个地区ISP 那么在实际情况下呢 其实很多的家庭呢 它其实只有一个外网的IP地址 那么这个时候对于很多的内网设备 是怎么样进行这个网络通信的呢 因为我们知道 每一个设备在进行这个网络承通信的时候 都需要有一个唯一的IP地址 那么这个时候一个家庭只有一个IP地址 是怎么样把多个设备都连接上这个互联网的呢 那么这个问题是需要解决的 那么除了家庭以外 其实对于这个公司来说呢 很多时候这个公司的IP地址也不足以支持这个公司内部的各种设备 因为公司内部呢 有很多计算机 手机 语记本 电脑 路由器 网关 等等 那么这些设备呢 都需要有一个唯一的IP地址 那么很多时候呢 这个企业其实都并没有这么多的这个IP地址 企业里面的这些设备是怎么样进行外网的连接的呢 那么这一个也是需要我们解决的 因此呢 在这里面我们需要对这个IP地址进行进一步的了解 那么IP地址呢 其实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这个内网地址 第二类呢 是这个外网地址 那么什么是内网地址 什么是外网地址呢 首先对于内网地址 其实呢 它是内部机构所使用的 比如说在家庭里面呢 家庭的各种设备 笔记本啦 手机啦 其实都是使用的是内网地址 那么什么是外网地址呢 外网地址指的是全球范围里使用的 也就是说是全球唯一的一个地址 那么这个地址呢 称之为是这个外网地址 那么内网地址呢 因为是这个内网使用的 因此呢 在这里面 需要避免与外网地址进行重复 那么对于外网地址呢 它是全球公网唯一的一个IP 那么这些呢 就是这个内网地址 与外网地址的一个区别 这里面我们重点是需要知道 这个内网地址呢 其实主要是给这个内部机构使用的 而这个外网地址呢 它是全球范围使用的 那么这一个就是这个内网地址 和这个外网地址的一些区别 那么其实呢 这个内网地址呢 它也有三类 也通常也是分为这个ABC三类 那么首先呢 对于A类的内网地址呢 它是这个10.0.0.0到这个10.255.255.255 那么这个内网地址呢 它可以支持千万级别的这个设备 然后呢 是这个B类的内网地址 它主要是172.16.0.0 这到这个172.31.255.255 那么这一个内网地址呢 它可以支持百万数量的这个设备 以及这个新类的地址 那么新类地址呢 它是192.168.0.0到这个192.168.255.255 那么这一个内网地址呢 可以支持这个万级别的这个设备 那么这里面呢 因为这个内网地址 它其实主要是给这个内部机构所使用的 因此呢 A公司和B公司 他们可以使用一样的这个内网地址 他们并不会引起这个冲突 同样的对于A家庭和B家庭呢 他们也可以使用同样的这个内网地址 也不会引起这个冲突 那么为什么不会引起冲突呢 我们后面还会介绍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对刚才的这个边缘部分 进行一个拓展了 那么对于这个公司呢 它可以在外部使用这个全球唯一的外网IP 但是呢 在内部呢 使用这个内网地址 那么这样子就可以解决这个不同设备 连接互联网的问题 那么同样的 对于这个家庭呢 也可以在外部使用这个全球唯一的外网IP 但是呢 在内部使用一个C类的内网地址 那么这样子呢也可以解决这个不同设备连接互联网的问题 那么虽然说通过这种方法 每一个设备呢 都分配了一个IP地址 但是呢 在这里面 引入这个内网地址呢 又会引发别的问题 那就是 内网那么多个设备 同时使用一个外网IP来进行这个请求外网的服务 那么在外部怎么样知道具体是哪一个设备来请求的呢 那么这个问题呢 就需要使用这个本节课所介绍的网络地址转换 NAT技术来解决的了 那么这个NAT呢 它是这个网络地址转换的一个缩写 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 NAT 那么NAT技术呢 主要是用于多个主机 通过一个公有的IP 访问互联网的私有网络当中 就比如说 刚才的这个家庭里面呢 其实在内部都是属于这个私有网络的 他们的各种设备 都是通过一个这个公网IP来访问外部的资源 那么同样的对于刚才这个公司呢 其实内部都是使用这个币类的内网地址的 它也是属于一个私有网络 但是呢 这些设备呢 都是使用一个公有的IP来访问外部的服务 那么NAT呢 就是解决这么一个网络托普 在请求服务的时候 怎么样可以自行运行的一个技术 那么这个网络地址转换技术 NAT技术 它是怎么样解决刚才我们所提到的问题的呢 我们接下来就来学习这个NAT技术具体的细节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这里面有个简单的网络托普 有一个计算机以及一个手机通过路由器 连接到外部的网络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假设这个外部的IP呢 它的地址是这个173.21.59.10 那么这里面的两个设备呢 我们假设内网地址分别是这个192.168.2.10 以及这个192.168.2.11 那么NAT技术是怎么样解决这个内网设备 访问外网支援的问题的呢 在这里面为了介绍这个NAT技术 我们提前引用一个下一张会介绍的概念 这个端口的概念 那么端口呢 是每一个进程在进行这个网络请求的时候的一个概念 那么通过这个端口呢 就可以指定是某一个设备具体哪个进程在使用这个网络了 有了这么一个基础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理解这里面的NAT技术了 那么这里面我们假设这个192.168.2.11 6666这个进程在使用这个网络 那么它发出的这个网络的IP报文呢 它将会是这个地址的 但是呢 这个报文的地址在来到这个路由器之后呢 它就会替换成这个新的地址 以至端口号 比如说这里面替换成为173.21.59.10 端口号是166666 那么通过这个路由器呢 刚才所发出的这个数据呢 将会以这个新的地址以至端口号 放送到这个网络里面去 那么在这个目的设算机里面呢 它其实识别的是这个新的地址 与这个端口号 它并不识别这个旧的地址 与这个端口号 因为在这个路由器里面 已经进行了这个地址的替换 因此呢 在外部其实是和这个173.21.59.10 来进行通信的 那么在这个目的设算机 处理完这个数据之后呢 它又会把这个数据发送回 这个173.21.59.10.16666 那么发送到这个路由器之后呢 路由器又会进行这个数据的转换 把这个数据报纹的地址转换回 这个192.168.2.11 端口是66666 那么这个转换呢 是在这个路由器完成的 那么同样的 如果说这个手机 192.168.2.10 它的7777 这个进程 在进行这个通信的时候 它的数据报纹 在经过这个路由器之后呢 就替换成为这个173.21.59.10 冒号17777 这个新的地址 以至端口号来进行外部的通信 那么目的设算机呢 它将会收到的是这个新的地址 以至端口号的数据报纹 因此在应答的时候 也会把这个新的地址 以至端口号设为这个目的的地址 以至端口号 因此呢这个新的地址和端口号呢 它可以接收到这个数据 然后这个数据在路由器 再进行一次转换 把这个173.21.59.10 1777 转换成这个192.168.2.10 7777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这个NAT技术的一个具体的细节 它其实是在本地的这个路由器进行的 它会把这个内网的地址 以至端口号 转换成为新的地址 以至端口号来对外进行通信 并且在接收到相关的数据之后呢 再把这个外网地址和端口号 映射成为内网的地址 以至端口号 那么这个映射的过程呢 就是这个网络地址转换的过程 这个映射的表呢 我们也称之为是这个NAT表 那么因为很多时候这个NAT技术呢 都是把这个端口号一起使用的 因此呢 很多时候也把它称之为是这个NAPT表 以及NAPT技术 那么这个就是属于这个网络地址转换技术 那么总的而言呢 这个网络地址转换技术 它就是发生在本地路由器的 它的主要功能呢 就是把这个内网的IP地址 转换成为这个外网的IP地址 来进行外部的通信 并且在接收到数据之后呢 再把这个外网的IP地址 映射成为这个内网的IP地址 转发到具体的某个设备里面去 那么因此呢 这个网络地址转换技术 它增加了这个网络通信的复杂度 但是呢 它减缓了这个IP地址的损号 那么这个技术呢 其实是非常常用的 包括我们在本机安装这个虚拟机的时候呢 这个虚拟机进行通信的时候 也是使用这个NAPT技术来进行通信的 以及我们在配这个家庭路由器的时候 我们内网的这个手机 笔记本 这个计算机 在通信的时候 也是使用这个NAPT技术来进行通信的 那么如果有推荐的同学呢 还可以自己登录本机 或者是自己家的这个路由器 来看一下本机的这个NAPT表 那么通过查看路由器的NAPT表呢 相信同学们会对这个网络地址转换技术 有更加深刻的了解 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节课的所有内容 是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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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